我們來關注是台北市有一名汪姓女子 她透過臉書認識一名住在新北市 吉內亞籍的男子 聊天過程當中的 這汪姓女子得知說 對方在家中放了大量現金 竟然是雜介喝酒的名義 到對方家中兩度對她撒藥 迷困了外籍男子之後 藏走了十七萬元的現金 而且還藏在信義區百戶公司的置物櫃裡面 法院一審是將汪姓女子 判刑五年兩個月 上訴二審之後 高院在二十七號不會上訴 維持原判決 專條文上映的吉內亞籍男子 帶著網路剛認識的台灣女生 散步回到自己住處 原本以為受到幸運女神眷顧 能夠談一場一股戀愛 卻沒想到對方早有預謀 要洗劫她的財物 女子得手後快不離開被害人住處 這時這名外籍男子 還在房內昏迷不醒 原來兩人是在臉書上認識 對話過程中外籍男不慎透露 家中放著大量現金 女子見錢眼開 立刻說要去喝一杯 卻趁機下藥迷魂男子 搶到家中十七萬元現金 遭法院判決五年兩個月 有期徒刑 女子犯案後把搶來的現金藏在信義區 百貨公司置物櫃內 但逍遙沒多久立刻被警方逮捕 以強盜罪送辦 沒想到見到法院 翁姓女子二審翻供 說自己沒有迷婚對方 是看她睡著才偷取財物 想爭取行度較低的竊盜罪 但遭高院駁回 善要迷婚是事實 得為自己貪財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提供彈可萌 新賣視采訪報道 MINGDREGORS MINGDREGORS